这个男孩第一天被卖去当奴隶 就被府上千金小姐看上了 千金小姐开启甜美模式 给雨果一顿疯狂暗示后 表示她要进去给一个女人治病 再三叮嘱雨果不要透过门缝偷看 可是好奇心害死猫 雨果还是忍不住偷看起来 只见里面的女人正被人慢慢脱掉衣服进行治疗 雨果看着这样的景色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 而此刻 千金小姐也发现了正在偷看的雨果 于是她慢慢地离开了房间 就在雨果准备把眼睛往里凑的时候 身后却传来千金小姐的声音 雨果吓得不敢说话 千金小姐看着羞涩的雨果 笑着叫她去旁边的水池里面冷静一下 并且让她不要再来偷看了 这里很快就结束了 雨果在这里日出而坐 日落而归 每日都在地理管理着葡萄树 这天她和往常一样在打理葡萄树时 却不小心划伤了手 主人的姐姐就给千金小姐下达了任务 让她将雨果带到水池边给她冲洗伤口 千金小姐看着雨果的手 开始心疼起来 于是她就找了个借口支开一旁的好友 女孩离开后 雨果以为千金小姐想要和她亲亲 于是她慢慢地把脸凑向千金小姐 但是却被拒绝了 千金小姐还骂她是个小色批 但这一切却被千金小姐的好友看在眼里 夜里 雨果在酒窖里擦洗酒桶时 千金小姐的好友身着一身红衣 慢慢地走向雨果 然后将头靠在雨果背上磨蹭起来 紧接着女孩就拿起雨果的手放在她身上 就在两人即将进一步发展时 千金小姐却突然出现打断了他们 并且赶走了女孩 千金小姐质问雨果是不是喜欢她 雨果摇着头表示自己并不喜欢 只不过是青春年少罢了 千金小姐对着雨果一顿责骂之后就离开了卷掉